他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 天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依次借钱的经历 六嫂决定赚钱给所有人看 可他的第一笔生意 却是抵押掉家里的芒果地 把借来的十万元芒果 发给北京的一个陌生人 我们那个时候搞无聊 这里的货是花王 我们湖建湖州了 然后被司机拐卖到南餐去了 别人嘲笑他不懂做生意 可六嫂的胆子却越来越大 他建起当地最豪华的酒店 却让人白吃白住 为此丈夫要把他赶出家门 他说你要干了 我把你赶出去不当行家的媳妇 我说我不当就不当 刘庆央到底如何在质疑声中 一年创造销售额过亿元 欢迎收看制服经 在海南省三亚市的衙城区 有一个被大家称为六嫂的女老板 六嫂生性好强 做什么事情都不服输 连当地只有男人才敢吃的槟榔 她也毫不认输 往往是几个回合下来 男人们都败下阵来 怕了她了 而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让她在做生意上 也让当地的男女老少各个佩服 2013年1月 记者就来到了三亚市 找到了这个六嫂 你以为人家三亚都能做吗 不可以啊 2013年1月 记者在三亚找到了六嫂 看看牙 这是三亚随处可见的槟榔摊 在当地 在当地 敢生吃槟榔的女人 相对于男人来说更少 但是六嫂吃起来 却一点也不比男人逊色 而除此之外 当地人都知道六嫂做生意 比吃槟榔更厉害 在这里大家就叫她六嫂 六嫂就知道她 你说刘青英 刘青娘人家不懂 也是说六嫂战情 也是很会的 别人说 哎哟 这种女人啊 如果说 你要跟她干了 或百人几百年 干去神级来 在牙城这个地区 肯定没有 没有多少个这种的 女相人啊 是吧 不过别人不知道的是 六嫂当年 其实是为了 争一口气给别人看 才开始创业的 别人嘲笑她不懂做生意 因为她曾经把十万元的货 发给北京的一个陌生人 她建起当地最豪华的酒店 却不收房费 每年亏损一百多万 然而短短十年里 六嫂却从一个能卖出 一百斤菜 就能高兴一整天的小商贩 腰身变成资产三个多亿的 公司老总 年销售额突破一亿元 那么在她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里是海南省三亚市的 牙城镇 这里很多人从小就认识刘庆阳 而且都知道 她小时候就和这里一般的女孩 不太一样 小的时候嘛 读书 得比一些男生 在路边 哎呀 姑娘怎么样 以后 我妈都不理她 找路 她就拿那个西锅皮 砸了我 砸了我之后 我说你为什么砸我 她砸我 我惊起来砸她 她听不怕 她不管 不管你说她怎么样 1990年 刘庆阳和当地的一个小伙子结了婚 她开始有意识地收敛自己的性格 因为她知道 作为一个嫁了人的女人 怎样做才会让家人高兴 让亲戚朋友称赞 可是结婚几年后 一件让刘庆阳 颜面扫地的事情 狠狠地打击了她的自尊心 这让她终于忍不住了 但是同样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竟然意外地成就了她日后的财富 让她从家庭主妇 摇身变成身家过亿的大老板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 成就了刘庆阳今天的财富呢 1998年的一天晚上 刘庆阳儿子生病住进了医院 需要三千多元的医药费 她和丈夫一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没办法 只好去到家里一位做生意的亲戚借钱 不过没想到 她这个亲戚对她的态度 狠狠地打击了她的自尊心 很周急地去找她借 她借了时候那钱撒在地上 有青烟吗 就很看不起你 她就撒了地下 亲戚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就把钱扔在了地上 刘庆阳蹲在地上 一张一张地把钱捡了起来 我就把他紧起来一张张紧起来 我就还给他 我再也不找他借钱了 我非常感谢这样的人 因为他这种看不起 你要鼓励了我 怎么去赚得更多 做给他看 刘庆阳从别人那里 借来了儿子的医药费 不过从那时候 他开始仔细观察 打听当地那些有钱人 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他发现当地人 都是靠做水果蔬菜生一发的财 因为三亚处于这带地区 一年当中最低温度 也不低于20摄氏度 四个季节都适合种植水果和蔬菜 随着高速公路开通的越来越多 全国很多城市的老板 都到他们这里拉菜回去卖 而且越到冬天人就越多 所以当地很多人就在路边 开启了这种路边店 帮外来的老板收菜 装车 转差价 这种帮助外地老板 收水果蔬菜的路边店 一车可以赚几千元 有的店一年可以赚几十万元 刘庆央也想试着开店 可是当时当地根本没有女人出来做老板 闲言闲语 随之而来 刘庆阳不死心 回家和丈夫商量开店的事 却被丈夫一口拒绝 虽然记者多次找到刘庆央的丈夫沟通 可他却不愿意再提起那件事情 看到这么多人都反对自己 刘庆央虽然特别不服气 但也只好作罢 他又承包了五十亩地 打算种点芒果 贴补家用 三年后 刘庆央突然发现了一个商机 让他再也忍不住了 他不甘心只是种地 他觉得他的这个发现 意味着财富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原来刘庆央发现 这三年来 从外地来拉蔬菜水果的车越来越多 这说明 这水果蔬菜生意大有前途 2001年的一天 他到市场去送菜 听说有辆从北京来的大货车 第一次来批发水果蔬菜卖到北京 刘庆央觉得商机来了 他马上去找司机 打听老板的联系方式 他要争取到 和北京老板的合作机会 刘庆央答听到 这辆车的老板还在北京 并没有来海南 司机和车在这里停留三天 那三天的时间里 他天天跑去和司机套进口 安排两三个人去找他 他都不说 后面买了两张报应 给这个事物 然后呢 我说那行你把他老板也给我吧 然后他就把号码给我 最后刘庆央要到了一个名叫王超的北京老板的电话 然后他就偷偷摸摸的一个人带着样品去了北京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刘庆央竟然顺利的和那个老板做起了生意 那位在北京 银销售水果五千多万元的老板 竟然把刘庆央当做了在海南唯一的合作伙伴 那么连孩子医药费都掏不起的刘庆央 究竟是如何说服那个老板和他合作 又是怎样通过王超打开全国市场 从家庆主妇腰身变为 营销售额超过两千万元的公司老总呢 2013年 刘庆央刚好到北京出差 记得跟他找到了那个老板 揭开了一段显为人知的秘密 虽然刘庆央带来的样品让王超很满意 给王超的价格也比王超自己去海南收要便宜不少 但是按照规则 王超要和刘庆央合作 要先付给他几万元钱的定金 然后等待刘庆央发货 可是王超对眼前这个女人实算是没有信心 所以始终不提和刘庆央合作的事 那么刘庆央到底是如何说服王超的呢 原来刘庆央经过观察 认为王超是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 他决定把家里的芒果地抵押出去 借来十万元钱 先把货发到北京赌一把 为的就是交上王超这个朋友 而他的一种做法 在当地做了很多年生意的老板看来 简直太不靠谱了 我们那个时候搞物流 这里都发往我们湖建湖州了 然后被司机滚带到南昌去了 自然方面不好 所以说这个华门被人家窃了 里面钱都被人家抖走了 连衣服都被人家抖走了 不是说不怕 也怕 也怕 但是你有第一次了 第二次第三次 慢慢胆量就好了 你一生一个朋友以后就不怕他了 因为毕竟你是给他带琴来的 他不跟你叫他来傻了 一个星期后 王超接到了刘情央的电话 说是芒果已经运到北京了 他发了一个整车 后八轮 大约在三十 三十吨左右吧 三块五到三块八一斤 反正那个时候起来是不少 我说你来个人吧 刘嫂说我既然相信你了 我还要去人吗 我说那好吧 那我就尽力吧 两天 两天吧 几乎把这些货全部卖完 他们说我就说 没有像你这样做生意的 把自己的床部压出去了 如果他想吃你的话 你也没办法 不给你请也没办法 那他只能吃了 下次还合作吗 刘情央用东拼西界来的十几万元作为赌注 一笔就赚了五万元钱 这次之后 王超也终于信任了刘情央 还主动给他介绍其他城市的客户 两个人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由于刘情央老家 很少有人能直接把货卖到外地 刘情央不仅避免了和当地收菜的人竞争 而且还凭借自己是本地人的优势 一边扩大销售额 一边扩大自己的种植基地 我们在这边的 自己种出来的产高价 产价 也是大概是三块多到四块钱一斤 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销售到十六十七块钱一斤 那一年一天 一天可以赚一万多两万块钱 到2003年底 刘情央不仅成立了公司 而且已经将水果蔬菜 销往全国八个城市 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两千万元 自己也拥有五千多亩的种植基地 然而就在第二年的2004年 刘情央公司的销售额 一下子从两千多万 竟然低到只有二十几万 而且还赔给八个城市的客户 一百多万元 不仅如此 同样在这一年 刘情央的丈夫 竟然因为他开公司 把他赶出了家门 那么2004年 刘情央到底是因为什么 遭遇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呢 2004年 一场名为伟达的台风 袭击了三亚市 刘情央老家大部分的田地 和自己的基地被水淹没 刘情央不仅没法销售 之前签订的订单也没法交货 也只有按照合同付给客户违约金 一夜资金 就把你全部哗哗哗哗的 全部都毁掉了 中了曾经有五青多母 五青多母那一刻 全部都没有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么严重的台风 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很多客户 也因为在三亚收不到水果蔬菜 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想把他们再拉回来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很多人都劝刘情央 去投资房地产 等行情好了 再回来做水果蔬菜生意 2004年冬天 刘情央花200多万元 买下了这座大楼 开了一家当时镇上最豪华的宾馆 但他却规定 开张后两年内 宾馆不对外营业 刘情央给之前合作过的客户 和所有认识的朋友打电话 邀请他们免费来屈住旅游 几个月下来 刘情央的宾馆亏了几十万 他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我们一去了之后 他就会让他的经理 帮我们把房间开好了 完了组织我们去吃饭 什么的 我们一听开张的伙食位 就四勤五百 他说一顿饭是小事 要广交朋友 朋友跟朋友资金 他也会把这个信息说 哎呀我在商业某某某地方 他做的农业怎么样很好啊 他会告诉他 这朋友当中肯定有一些人 想做这个事 以后这个信息和颜外当中就传出去 你就把生意做成的 原来刘情阳根本没想转行 他开宾馆是要让朋友都知道 自己在台风后还有钱盖豪华宾馆 也有钱修复果树 第二年肯定能给他们供货 他还免费给农户提供基础指导 以便第二年能收到更多的水果 然而这时刘情阳的丈夫 开始对他的做法有意见 本来台风就损失了三百多万 开宾馆原本能赚回来 结果却还是陪钱 更要命的是 刘情阳每天接待那么多朋友 渐渐的当地人开始有了一些闲言闲语 基本上都是女人在家 外出的是男的 男的很少 女的很少出去的 像他这种女人要脱力 没有多好过这样 因为好好路面的女人 她们在家的时候 跑啦 去哪里怎么怎么样啦 这种女人怎么能走到这样呢 你该待在家里好好照顾 照顾家里 小孩 打好照顾啊 她说那我叫你别干这个事你就别干 我说我要干 她说你要干了 我把你赶出去不当刑家的媳妇 我说我不当就不当 我就不当你刑家的媳妇 我就夸的 跟她拍了桌子 然后我就找出来 刘情阳离开家之后 接到了儿子打来了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 让刘情阳终于开始反思自己 是不是真的做错 她要坚持把生意做下去的想法 第一次开始动摇了 儿子跟我说 他说 妈妈你看了妹妹的日记了没有 他写了说 我的同龄很不幸 妈妈伤了我一个月之后 再也没有抱我 然后陪我睡过 直到我上幼儿园小学 都没有送过我读书过 所以我的同龄很不幸 他说妈妈 我只要你陪我吃一场饭 我听着他这么说 我在西安 我什么都没说的 听了所有的事情 我就做危机直接回来 说实在的 我很亏对两个小孩 没有陪过他们 整个亚诚的很多人都说他很能干 女强人 但是在我心里面我不想说 按照一个男人的思想 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在外面跑 对 一个家庭观念 我是他儿子 我只希望他待在家里面陪我们 刘青阳开始反思自己 那天他一晚上都没睡着 第二天 刘青阳态度诚恳地和丈夫聊了一次 那我说 树栈不怕 影子歪 我的宗旨就要把 把这个事情做好 赚了情 只要我 记得 我跟我丈夫之心 没有存在一些矛盾 就OK了 我看到一个 自己的妻子 天天也是瞒着在外面 是吧 他就回来帮我打理了 就 内退了嘛 最终 刘青阳说服丈夫提前退休 两人一起经营公司 使刘青阳有了更多的时间 照顾孩子和家人 2005年 刘青阳免费请朋友 住宾馆的策略奏效了 他保住了绝大部分的客户 这位来自东北姓潘的老板 就主动和刘青阳合作 把木瓜卖到了北京的大超市 开封为达 过去后的几年里 虽然宾馆每年亏损上百万 可是刘青阳公司的年销入额 每年都增长五百万以上 他还注册了自己的商标 高薪聘请了十几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不断提升公司的发展理念 我刚来的时候他就问我 怎么 就是说你能不能吃苦 刚开始觉得 刚开始不适应 刘总很有威慎力 不管他说话还说事 远过都很 所以就是一说就是二 2008年 刘青阳建起了蔬菜大棚 带领农户种植了一万多亩高档蔬菜 2009年 他把三亚的水果和蔬菜 卖到了香港 澳门和北京等大城市的高档超市 2012年 他公司的销售额达到1.2亿元人民币 公司被评为海南省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带领500多户农户共同致富 他敢说敢干 敢做一些别人没有做东西 算是捕捉一些赚钱的商机 在他的带动下 农民就从他的品牌中来增加收入 作为一个家庭妇女 刘青阳没经验没资金 但做起生意来 却让人大跌眼镜 摸不着头脑 刘青阳甚至对记者说 没经验基础差 并不是缺点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90秒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刘青阳的创业心得 要敢以当当 同时呢 也要大胆地去做之后 犯了错误 也要马上纠正过来 一个人你要想成功或者创业 不可能不犯错 那你不是专业的人 没关系 你找你三宾专业的朋友 把你想知道的问题告诉他 他们呢会站在他的角度 去给你提经历 跟你分析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你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当中 如果有五个人 你把这个问题告诉他 三个人的那个经历 和答题是一样的 那你很果断的就 赶紧三个人的去做 也许有人会说 刘青阳天生就是胆大 甚至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才能够把事情做成 但在刘青阳看来 不懂可以问 可以学 重要的是 要敢于迈出改变的这一步 如果每天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那么做什么事情 也不可能做好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制服金 下期节目 问您安排了哪些精彩 他在颇受争议的 鸡屁股上发现商机 吃饭哪都有毒 没有毒 没有毒啊 能吃 商机变危机 他负债雷了 可说出了一句话 却让本来15万元的 外债压力 变成了一个亿 哎呀 不成了 一个亿一个亿吧 小小肉丸里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看山东省的 贵增域 如何识破玄机 以小国道 靠精灵举动 创造亿万财富奇迹